因為他在以前醫藥沒有分架之前 他是要進急診室服務的 就有一些燒燙傷的患者 或是這個車禍 大便機皮膚損傷的患者 我跟他分享過木耳 對於這個傷口不錯 所以我媽媽那時候把木耳的膠質 用這個針筒從我的嘴角打給我喝 好溫馨的感覺喔 他說老公對不起 沒有把小朋友伸好 對 然後兩個就抱歪悶哭 然後當下我在後面 其實我也在掉眼淚 那時候創業其實是一股熱血 我那時候本來創業之前是老師 我想要能不能夠幫助到 像我一樣這一群燕商的小朋友 很好的品牌也要進駐他 選擇租給我們 就是因為他很喜歡我們的產品 所以其實 他是想說 我不想去爬山才能喝 我想要我那個住的附近 就有可以買到 認真的沒有客套 就說那你房租一部分 就拿產品給我就好 所以真的有這樣 我也是這樣 讓我看一堂 也就是我 我都是一堂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